J172TW Sound 记得订阅按赞及开启小铃铛 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今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应用范围涵盖了医疗、金融、交通运输以及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为了协助更多人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应用 以及如何应用于实际情况解决问题与提高效率 微软推出了AI900认证考试 根据专家Chris Pearson指出 AI900认证考试旨在帮助个人和组织理解人工智能基本概念和应用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技术发展和挑战 事实上,该考试涵盖人工智能核心理论、技术与案例 并介绍了Azure人工智能服务 通过参加此认证考试 可以获得微软发出的Azure AI Fundamentals证书 以证明参与者对人工智能基本概念和Azure AI服务有深入的理解 首先,AI900认证考试涵盖人工智能核心概念 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机器学习是一种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理论 让计算机系统从数据中自动获取知识和经验的技术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分支 应用深层神经网络进行模式识别和表示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是研究室计算机能理解和处理人类语言的技术 深入了解相关概念有助于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影响 其次,AI900认证考试介绍Ishare人工智能服务和工具 例如Ishare机器学习、Ishare认知服务和Ishare机器人服务等 Ishare机器学习服务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和数据科学家快速构建 训练和部署机器学习模型 Ishare认知服务提供语音、视觉和语言理解能力 以为开发人员轻松地将Cosmative功能整合到应用程序中 Ishare机器人服务可协助用户开发、部署和管理智能机器人 掌握这些技术和工具 有助于更好的应对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带来的挑战 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AI900认证考试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 通过学习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个人和解析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素养和竞争力 同时,通过AI900认证考试获得的Ishare AI Fundamentals证书 可以作为个人履历和组织技术实力的一个重要证明 AI900认证考试的推出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 在现今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许多领域中提高效率 解决问题、改进业务流程和创造价值的关键技术 例如,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医生提高诊断准确性 改善患者监测和预测疾病趋势 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风险评估 投资组合优化和客户服务等方面 在交通运输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智慧城市管理 交通流量优化和自驾车技术等 在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产品质量和减少生产成本 AI900认证考试的涵盖范围包括 人工智能核心理论,技术和案例 以及AI水人工智能服务和工具的介绍 这些内容的深入了解 对于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概念 应用场景和实际应用非常重要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人工智能核心概念是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 AI水人工智能服务和工具 则是实际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 通过学习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和应用场景,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 更好的应对实际的问题和挑战 综上所述,AI900认证考试是微软推出的一个 旨在帮助个人和组织理解人工智能基本概念 和应用的认证考试 通过这个认证考试,个人和组织 可以提高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素养和竞争力 并且获得Azure AI Fundamentals证书 作为个人履历和组织技术实力的重要证明 人工智能技术在现今社会中应用广泛 涉及多个领域 包括医疗、金融、交通运输、制造业等 通过学习AI900认证考试的核心概念 和Azure人工智能服务和工具的使用方法 个人和组织可以更好的应对实际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和挑战 此外,AI900认证考试还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深入了解 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 包括机器学习、神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核心概念 通过考试的学习和准备 个人可以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并且能够为组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和决策 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 同时,获得AI900认证证书的个人 也可以加入微软的认证专业社群 与其他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相同兴趣和专业背景的人 互相交流和合作 不断提升自己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总之,AI900认证考试是一个有价值的机会 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素养和竞争力 并获得相应的证书作为证明 通过深入了解人工智能的核心概念 和Ansher人工智能服务和工具的使用方法 个人可以在实际应用中更好的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 并为组织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MING PAO TORONTO